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這個vlog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挺特別的企劃 如果大家有留意韓國時裝的話 應該都可能會知道 O-Korea Beauty這個品牌 他們的老闆就是叫做 O-Yan 我和O-Yan其實都相識了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生 因為她和我童年 但她創業做自己的品牌已經有七年 她是七年前來韓國的 她比我還長 Anyway 我都挺喜歡她的衣服 然後再跟她吃飯的時候 她就有一個提議 她覺得因為我經常戴帽子 而且她說我給別人的印象 就是我的頭一定會有帽子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自己很少戴帽子 我看我自己的IG或者Youtube 其實我放頭髮的次數 是遠遠超過戴帽子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O-Yan這個頻道 她介紹韓國的穿搭 她就說因為覺得這個形象太深刻 所以她本身就是想找我 拍一條戴帽子的影片 而她有一個系列是素人計畫 她會改造一些不同身形的素人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系列很有趣 所以我後來就想 我和O-Korea Beauty都可以作一些特別企畫 因為我是有肉的身形 我相信很多女生可能身形都跟我差不多 然後我做Youtube那麼久以來 都會看到一些留言是問我關於我的穿搭 所以我想了很久 我就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 出成一个特别的 Mirror's Garden Crossover Old Career Beauty的一个 collaboration 所以早几天我就跟Oan说了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就出来见了面 开了一次会 然后我们就决定了 我们会一起做一个Mirror's Pick 希望通过今次的project 可以令观众更加知道 我平时会怎么选择 或者是我会特别喜好哪一类型的衣服 然而 我选择了这些衣服之后 配襯什么衣服可以令整个outfit看上去更加极致 但是这一部分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我就要交给专业的 All Korea Beauty的团队 之后的过程全部都会拍下来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明天就会直接去东大门 因为今次是Mirror's Pick 由头到尾我都会全程参与的 所以我们明天在东大门再见 好了今天就来跟Oan来看衣服了 Mirror's Pick 我是第一次来 对啊我以为你应该会来过 因为东大门很大嘛 对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个市场在这里 真的很难找我现在开始认识了 寒业秘密贴士 我们平时选择开衣服的 但是 不告诉大家看 这些位置就会漂亮很多 对啊很漂亮的 对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可以容易买到一些名秘密贴士 这些孔孔 OF Soda 还有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 炸件都会很轻啊 现在 无论他也是没理过我们的 对啊 每一间店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性格 而且他容易容易脱单 就是有些店铺 它是 那些款式很漂亮 但是他经常脱单 又或者因为他太忙 他未必处理到你的单 我们都会减少日货 就是每一间店都有好他自己独特的 Signature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出短 还有比较老贤 新装的这一间 嗯 这一间就这样立眼看 我会觉得 好像不适合我 但是我相信你已经 嗯 最重要是回去 穿上去的效果是怎样 你会看到他这一间 特意做到很贴身 很显身材 就是可能比较是你平时 没有够胆尝试的一些 但是韩国今年是出很多短版 紧身 但是你会看到他好像 就是很 Bolish 这一种 是不是很花都很暖呢 超暖啊 其实真的会很花时间 你是感觉到吗 感觉到我现在已经 眼睛开始已经失败了 无论他对于他自己的衣服 品质 和他自己的店内装修 都比其他老贤 上来上去感觉不同 因为他是主公 全韩国的独立设计员 就是他们每间店都有自己独立的设计师 这一套我还记得 后面 但是没有这一套 我好喜欢这些 是这些很松的 但我不喜欢这些材料 很松的 而且这个有点像鱼褂 我觉得会很热 热啊 热啊 但这些是我一看就觉得吸引脑 平时会穿着 始终我第一眼现在暂时闭上去 都是会看松的 我多指一个给你看 是完全不一样 那一种是made in china 这一种就是made in free 我和自己在韩国 都是找店铁做的分别 看真的有分别的 真的看细节的位置 对啊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些花的 我挺喜欢的 但我好像很少见你穿这种 因为太lady 这个真的很lady 因为我会选一些 不是很lady的款式 但是花纹的 总之任何的花我都很喜欢 我不喜欢这些 你看到这种质纹是和刚刚那种很明显有不同 你分不分到207和206有什么分别 哪里207 206好像比较阔一点 对 207是一条眉喇叭 看不像 颜色会比较流行 接近下季的颜色 但是如果你看201的话 它就占初秋的颜色 因为它昏了偏灰色 但是如果207的话 就做vintage style的衬搭会好一点 这个就是选择和看版型也有分别 这个我穿上去的褲子有点直筒 但是偏 skinny的feel 这一条 你看到它的款式比较窄一点 但是它是一个直条的褲子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它会拿上手 就是因为它那个开叉开在大腿以上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point 但是香港的女生套会比较少一些夸张 烂得很厉害的褲子 所以我们会选择的时候就可能有点点 修炼一点 是的 你不好看的 出街的褲子还是想找一件 呃... casual的褲子 呃... 又是可以直接穿或者是... 好像问了两个英雄 对对对对 我也是在想你问什么 你很努力地配合我 哈哈哈 想找一件斯文的褲子还是出街的褲子 哈哈哈 真的好暈啊 我自己通常会单穿的褲子 很漂亮的 然后没有扭的 过头粒那些 啊 卫衣好啊 我超喜欢卫衣 但我刚才没有看到卫衣 我不喜欢那些字那么大 我觉得有点男子 我可能会认为一些正式的 有线我会考虑他 应该会有一堆人说... 净肥 对对对对 因为上次我有件某件衣服是这样的 然后人们说我净肥 它是这种 但是这个有点... 你摸一下它的材料 你摸摸到它有... 你摸摸到它有... 你摸摸到它里面有丝 对 但是隔条里面很鲜 哦 我少穿隔条 其实我自己喜欢格子的 但我觉得格子很欺人穿 我看到你穿格子好像穿外套比较多 只是上衣服的话 我全部都是正式的 基本上 我想说我最近很喜欢紫色 但不是这个紫色 偏蓝一点的 nit 永远就是这样 那么有质感 和刚刚那种印上去的 好像很漂亮的 这间店好像比较潮一点 这些细緻我也挺喜欢 这个多多的 这个 我们可以先订阅一下 可以再订阅一下 可以再多一转 原来... 在东德纹看衣服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次我第一次去 真心非常佩服大家 各位做fashion的老板 RESPECT 其實剛才我們走了兩個多小時 但消耗體力的感覺是真的非一半 是極度眼花 回家 幸好我不是自己一個來 否則應該就會很怕做錯決定 幸好OIN他們在 然後 然後 還有怎樣看那款是否漂亮 或者是 還有怎樣一看就可以分到是Made in Korea 或是Made in China 剛才是一邊走一邊看的時候 然後一邊獲得很多新的知識 所以 現在 很累 我覺得現在要 先休息一下 今天又要再開會了 今天 就會決定 用哪一套衣 就是我會選哪一套衣 始終OIN他們是專業的 所以 就要把我選好的衣 然後再交給他們 Mix and match 好期待 現在戴上口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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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專業的 我全部都是以遮蓋為主 這個有肚腩帶出來 這個沒有遮蓋 因為有些花便 所以都是遮 我全部的人生就是靠遮 那算不算這次是我這個身形的女生 會非常適合的 即是如果你要用一個風格去定義自己的話 我很少穿好女的 即是我很少穿 有穿的 對 所以可能是有一點休閒 然後有一點暴力 你是穿高雙鞋 高雙鞋 因為我覺得 如果穿高雙鞋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不穿褲 在街上不會被人住的那種 那種 對 但你又不會失去女生的特徵 我覺得我比較少穿褲 對 全部都是安全褲 其實我不是不喜歡穿褲 純粹是穿不到 其實我家有褲 我有買褲回來的 但是 買完回來 你總是在外面穿好看 然後在家裡不好看 我如果覺得 身體不錯的話 我會買不同顏色 我是那些人 包顏色 又沒去到包了 買黑白應該也會有機會 最關心的部位 都是大腿 中間 我覺得可能我平時穿裙多 所以可能如果你想挑戰 你會是褲 我以為你說褲 不知道 我會以為是這樣 就是只有我多相信你們 厲害 不是 音音嘴笑 你想我認識他 因為我認識的MIRROR 是比較直接 就是它是一個 我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我喜歡就是喜歡 不喜歡穿褲 但是原因是 因為我找不到好看 但是如果你們可以找到好看 那我就會變喜歡 但是如果可能你穿不穿 我覺得不可以 那我也是會 就是過不了我的關 我也是不會穿出街 但是這個顏色你會不可以 這個顏色你會不可以 這個顏色你就可以這樣 然後下面再加 補养褲 如果你要穿黑色的話 裡面就要穿一些 我覺得你的妝或者胭脂要強一點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上面的 立刻好像縮小了 但是就欠下面要穿 如果你裡面 互面吊帶就會很好看 其實你穿褲沒問題 我覺得也沒問題 可以 但如果我們Mira的選擇 是說你現在上身這一件衣服 然後我們穿這個 我發現這件事是比想像中累很多的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選衣服和做mix and match的過程 其實是有令我極驚訝 那在這裡給大家一點彩蛋 大家都知道我平時是不穿褲的人 不穿褲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我穿得不好看 但是我們今次襯出來的Ophie 是會有褲的 而且是穿得很好看 我是有嚇到的 果然 她們是專業的 還有第二件 如果大家是細心的話 應該都會有留意到 我是很常常穿牛仔褲的 某程度上我覺得 牛仔褲都幾代表到我 所以今次Mira's Peak裡面 都會有牛仔褲出現 而且是超級好看 我穿上它之後 完全是瘦了一個馬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我們下星期會進行硬照拍攝 然後拍完之後 就可以給大家看成果 所以這個VLOG就只能到這裡了 下星期拍攝的時候 我也會拍個VLOG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看我們現在的進度去到哪裡 好啦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Bye 咦